这个男人正在和女神洞房花竹 刚进行了一半却被官兵抓走 一辈子的阴影实锤了 而男人的遭遇还不算悲催 悲催的其实是女神 她不仅在新婚当晚丢了丈夫 马上她还要丢了真操 话说胡适当众许下让喜莱乐迎娶赛西施的承诺 虽然是一时冲动口不择言 但总算是用这种过激的方式赤退了田奎 事后喜莱乐担心胡适会反悔 于是装作无辜的模样敲咪咪的套路胡适 我明儿一早去跟她说 就说那话是你姐姐她赌气说出来的 你姐姐她要是说话不算话 就打湿一盆水泼出去了又收回来了 这话传出去多难听啊 往后让我在机方面前怎么做人哪 那怎么办 就 就眼睁睁地吵着她进了咱们家的门 进就进 我就不相信她进了咱们家的门 你就敢把我干晾在一边 那能呢 胡适就这样答应了让赛西斯进门 起来了也迎来了人生第二次逆袭 顺利迎娶白富美 大婚这天一笑楼 宾棚满座 好友至亲纷纷送来贺礼匾额 一对新人喜气洋洋 胡适却是一脸的不甘和落寞 可这门婚事是她一手促成的 再不甘也只能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咽 很快婚礼进行到了入洞房的环节 喜来勒来到新房 却不愿揭开赛西斯的盖头 因为她生怕这是一场梦 在赛西斯的催促下 喜来勒终于揭开了盖头 两人对视之间浓情蜜意 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是这良辰美景 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断 玉儿找了一个送茶的借口 故意破坏两人的好事 喜来勒知道这是胡适的授意 敢怒不敢言 没想到这间接助长了玉儿的心气 玉儿借过来送被子的理由 再次使坏 玉儿这一折腾 喜来勒和赛西斯两人 瞬间没了洞房的心情 赛西斯明白 这其实是胡适给她的下马威 只能躲在屋子里委屈垂类 喜来勒少不了好言安慰 刚过门就受委屈 为难你了 别生气了 看我的面子别生气了 跟我说说话呀 在喜来勒的推拉哄斗之下 赛西斯终于破题为笑 两人又恢复了恩爱和谐 就在两人准备吹灯安睡的时候 大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德福连忙去开门 发现门外竟是官兵 这些官兵是来抓喜来勒的 德福大惊 还没等德福去给喜来勒通风报信 就被官兵撂倒 德福直停停躺在了地上 官兵长驱直入 破开心房的大门 将喜来勒抓走 就这样 赛西斯新婚第一天就丢了丈夫 为了救出喜来勒 赛西斯想到了找田葵帮忙 他来到田葵家里 试图唤醒田葵的良知 而田葵却觊觎赛西斯的身子 他暗示赛西斯可以出卖 最宝贵的东西和他交易 赛西斯同意了 可赛西斯不知道的是 这次喜来勒被捕入狱 田葵就是主要的幕后黑手 葵で担心éra道 请参考 4mm 4mm